6.1 在夏天最貴是6.1 所以最近我們都強力開發包珠峰 馮甲 東海的包珠峰 你跟他說 你跟學生都收多少錢 4.5元免費 5元 可是房東你都繳給台電多少錢 他說6塊 那你不是賠錢嗎 對啊 那幹嘛不收6塊 學生說 太貴啊 我只好收4.5元 可是你要繳6塊 那對啊 那怎麼辦 不是 那怎麼辦啊 我幫你好不好 裝太陽能發電啊 太陽能發電平均一度墊的成本是3塊錢 你跟學生收5塊錢 你不是賺2塊嗎 你現在付給台電6塊 你跟學生收5塊 你不是倒賠1塊嗎 對對對 那不就要 看能裝幾片就要裝幾片 那不就成交了嗎 我們解決他的困難 困難對不對 那包珠峰你現在把 我現在是賺錢 幹嘛不裝啊 那為什麼要裝這個 為什麼是3塊錢 我剛剛是不是說一年 12片可以發出3600度 那20年下來可以發出72000度 後面的尾數拿掉 我這套買多少錢 20萬 喇叭 2600度 3600度 二十年 accompanied by 道 icate 這一套太陽的設備一年可以發出3600度電 然後總共20年 總共發出7萬2000度電對不對 7萬2000 20年累積發電量 一年3000多度 20年就7萬多度 那我這一套是賣20萬 7萬2000除以20 啊! 我這個頭昏了 我被空氣污染搞昏了 這一套20萬 總共可以發出7萬度電 所以路電是不是3元 3塊多 沒有到3塊 抓3塊錢 所以我說 房東先生 太陽電平均是3塊 如果你抓上抓到 抓保養啊 抓維修啊 加衰退啊 也頂多3塊半 最多4塊 你還是賣學生賣1塊 還是賺1塊 或是賺2塊 可是如果你不採用太陽能發電的話 你就倒賠1塊 倒賠2塊 如果明年台電漲價 你倒賠3塊 房東先生聽到 他也覺得 你講的 有道理還沒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啊 好 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幫助他解決問題 好 那我們 之後我們就 檢查跟我們就密切配合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會丟廣告啊 訊息啊 會有些客人會來 你覺得現在如果市面上有客人